热闹的绕镜镇头在双溪的街头 迎来久违的热闹气氛 民众在家门口摆箱案 这是已有百年历史的双溪三中庙 进行绕镜祈福一室 不论是店家还是住家 都诚心持乡拜拜 场面很热闹 刚才我们今天是整个二十 是每一年整个二十 热闹走来要绕镜 双溪三中庙主委就说 今天双溪地区迎来久违的热闹气氛 历史悠久的三中庙 在每年农历一月二十日 都会进行绕镜祈福一室 希望众神庇佑双溪区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那我来到双溪第一个 参加我们的庙会活动 双溪区区区区长表示 今天是到任以来参加的第一个庙会活动 刚好适逢三中庙建茂一百七十多年 相当具有历史 为台湾唯一主寺文天祥 陆秀夫张世杰的庙宇 这次很荣幸参与绕境祈福活动 也为双溪区的民众祝福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兔年也祝大家兔吉利来发大财 介成为双溪采访报道